他的小六会考只有三玉可以 因为我刚刚说过了 因为三玉他的小学注册的 就是政府学校课程 所以三玉他是可以参加小六会考的 但是甚反呢 他小学是进校课程 所以呢 他是不可以参加小六会考 但是三玉他的小六会考 他和政府学校的小六会考是有区别 就是说政府学校的小六会考呢 是根据你的成绩去分配他的中学 但是三玉的小六会考并不是 三玉的小六会考是决定 你能不能读政府中学 说实话 他还是有比较大的比例 是通不过他的小六会考的 因为他的小六会考呢 他会在五年级的时候 会给所有的学生会发一个证明 就是说你要不要选择参加小六会考 你可以选择参加 如果不参加呢 你就可以直升三玉的初中 如果你参加呢 学校会评估你的成绩 如果说学校觉得你的成绩不行 他会不允许你参加 你是无条件拒绝的 但是呢 以以往的经验呢 三玉通常一个班会有80%的孩子 会他会批准你参加 参加这个小六会考 因为他们必拒的呢 都是你小六会考一定考上的 他就直接就 就他们学校的一关就给你拦住了 那一部分孩子呢 大概会有10% 会进入到新加坡的政府中学 但是那80%到90呢 其实他们还是会让他们 退回到他们自己的三玉 去读他的中学的 圣法他就是完全没有他的小六会考 但是圣法呢 有他的O level考试是有的 因为他有他的中学课程 是注册的是新加坡的欧水准课程的 所以呢 他是可以通过圣法参加他的中考 可以